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按讚樂手抄頻道 並且分享給自己的朋友 需要字幕的話也可以點開CC字幕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 我是熊 是這樣嗎 應該吧 今年算一開始嘛 錄音算是我今年還是主要一個期望 我快殺青了 你們專輯快殺青了 我快殺青了 對我要準備開始錄第一首歌 我希望製作是可以我自己來 畢竟我覺得獨立樂團 有些事情獨立一點自己做比較好 所以說我們通常玩宅錄的話 通常有幾個東西 一個電腦一個錄音介面 對然後你的監聽你可能是耳機 或老闆都可以 大概最主要要挑選一個東西 入門最重要一個東西就是 interface 你一定要有interface才能錄東西 對你即使用自己的耳機 也勉強還勉強可以錄一下 對 那回音的時候你才需要比較更 回音的時候你才需要比較好的 耳機或者是檢天喇叭 interface算是在入門錄音 第一步 對第一步 你的電腦不管現在是PC或是Mac 都有支援的錄音軟體 其實這都還好 而且很多免費的支援在網路上 對那熊我問一下 你在選錄音介面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哪幾個點 幾印幾澳吧 這是最基本的 就可以輸入 可以同時錄多少東西 然後因為我有時候會錄自彈自唱 所以通常會有兩個音 就是一個麥克風一個吉他 對啊或者是另外一個就是 我可能錄的時候會錄一個乾訊號 然後一個是amp的聲音這樣 DI進去 直接錄到電腦跟收音這樣再收一次 對對對 可能會同步做 所以我通常會選擇至少兩印以上 的interface 對 我很講到錄音介面 其實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台 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關注他們很久 AXCIO 他是來自IK Multimedia 就我所知他是一個義大利公司 對IK做iRig這些東西都是他加出的 對 其實他做錄音蠻多的 包含就是麥克風 錄音介面 然後甚至是你表演的時候 你的那個iPad夾 夾在麥克風上面的 然後這些其實他只要跟你音樂演出有關 他都有 他有練習音箱等等 他們去年也推了那個吧 那個三顆有點類似Shymen的 蔡賴這些東西 喔對 他的四顆 X系列效果系 其實我個人還蠻期待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AXCIO 他其實兩個型號 兩個 兩個 你手上拿的是Solo Solo 他是一應一澳 算了 一應二澳 對 所以一樣是可以接監聽喇叭兩個output 對 然後有一個耳機孔 那我手上的是AXCIO 他是有兩個input的 那我們就把他放到後面 先放著 我們先把我們那個 業主先歸位 XCIO他這個錄音介面 他蠻特別的點在說 他是否樂手 很有善的介面 他當然麥克風什麼都能錄 可是他是對樂手很有善 他蠻明顯是特別為了 比如說你說吉他手或Bass手做設計的產品 一個很明白的就是他是為樂手設計的第一點 就是他前面有個調音器 調音器 你需要調音嗎 我要 我還沒調音 但我們不會只是有一個調音器的時候 他是給樂手用的 對啊 他除了調音器以外 他還有一個蠻 不能說是蠻特別 但是是一個否樂手才會有的設計 就是他前面有一個reamp的孔 reamp是什麼你可以解釋一下 reamp就是當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就是你會直接把他那個 就是音箱彈出來的聲音 你只用麥克風收 收音箱的聲音 這個掉了 你會直接收音箱的聲音 然後直接進到你的interface 這是最傳統錄音方式 就是因為你收音箱之後 你會遇到幾個問題是 因為音箱出來 他音質有被compress 你的波形不會很明顯 尤其你錄high game的時候 剪輯的時候會遇到問題 對因為剪輯的時候 那個波形不明顯 你會不好剪 你是靠耳朵去評斷那個 0.00幾秒的差別 那就會有個做法就是說 我們會錄一個乾訊號 就直接direct in 到我們的interface 那你在彈的時候 那個波形會很明顯 就他進去是完全 就吉他乾乾的訊號 聲音像這樣 就是他的好處是說 你可以直接先 把這個乾訊號的拍子 修完之後 你就把這個訊號 送到你的音箱 再重新做一次收音 假如說我今天朋友 來我這邊錄音 他們在這邊待越久 我會越煩躁 對 你趕快錄完 我剪一剪 我自己再重新把它macking收一遍 就這個好處是 有的時候 譬如說我一開始用Marshall音箱 Marshall音箱 我覺得太濕太黏了 我換MESA 但你就不用重新彈過一遍了 就直接拿著訊號 再去過MESA 所以你錄完訊號 直接可以再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換 任何你想換的音箱隨時 對沒有錯 就是一個reamp 是現在大家錄音節省時間 蠻常用的一個方式 這樣 當然一般interface 你還是可以做切換 用換input的方式 去做到這件事情 但他就是幫你 獨立設計的一個孔 可以直接結就好 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監聽的時候 需要很多的不同的孔來監聽 我們可以看到 這台設計的背面 就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 它有四個喇叭輸出孔 所以說它有一個左右聲道 然後它可以自動去偵測 你是要balance on balance的訊號 就讓你接地 讓你的聲音可以清晰很多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輸出就是 全部是on balance 對 然後就是你可以接至少四顆喇叭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input output的話 它其實還有第五跟第六 意思就是這個amp out 對 for這個amp out用 就是reamp的時候用的 其實這個好處就是 你入進去的時候 它就直接可以通知輸出 因為一般來說這樣做 我們要多過一個DI 對 其實就是你要再買其他設備來做 那它就是等於幫你把這個做好 那它這樣做的好處就是 獨立一個孔 你也不用特別去後面重新接線什麼的 直接捅就好 這算是對吉他手跟Bass手來說來說 都是蠻方便的事情 對我們提到重點Bass手 我們沒有忍弱Bass手 不好意思 我們兩個不會彈Bass 我不想就是 線索 對對對 不想讓大家不舒服 好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前面 現在一般的錄音介面 通常是我們說combo孔 就它那個孔可以插麥克風的XLR的洞 對 它同時也可以插導線 對 可是我們看一下它這前面喔 很有趣它只有導線孔 對 那它麥克風能用嗎 可以在後面 在後面它後面還是附給你的兩個combo jack 所以說很明顯就是它的重點還是放在前面 這兩個洞是給樂手使用的 這一台錄音介面 特別不同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他們自己研發的Z-Tone這個系統 你可以針對不同的實音器的主抗去調整 你的亮度或者你要溫一點 這兩種感覺 我跟大家先聽一下 像我現在我轉到最旁邊 它就是一個比較亮的音色 因為其實像我的琴可能它就看起來就是比較modern一點 然後可是我如果要彈一些比較老的溫厚一點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這可以幫你做稍微一點修正 對 那像假如說你的琴比較老派 那可能就是說你要彈一些比較 現代更清脆一點的音色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東西來做一個前期的EQ調整 對對對 就是當然你錄進去以後 它就是讓你的音色可以有初步的變化 那它同時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功能是 它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就是JF-E-T 它會聽起來比較有管位 Cure就是很數位的乾淨的聲音 JF-E-T這個技術其實 我要解釋起來有點難 因為我看資料也是看到頭很痛 大概確實要的目標就是有點把那個溫暖的聲音做出來這樣 Analog way 對把Analog way做出來 那我們先聽一下傀儡這邊做起來的聲音 我再補充一下 它背後的兩個麥克風口 它都提供了Pure的Preamp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錄出主唱非常純淨的聲音 但是前面的話它就多給你這個JF-E-T的這個選項 沒錯 然後我覺得最明顯可能還是在那高頻的亮度 因為管位主要就是有點溫暖的感覺 雙倍頻泛音 對 所以它的亮度會比較溫和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噴 我們試試看喔 它這一顆就等於說 你自己如果你的裝備全部是數位的 你可能全部是模擬的音箱 模擬的什麼東西 它可以幫你增加一點類比位 對 就可以比較舒服 就是我們大家一直想要那種廣位啊這些東西 它在這邊就幫你先做一點鋪層 對 就可以先前期就先做一些處理 嗯 那另外背手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會關心一個事情 就是主被動的問題 因為背手其實相對主動式佔比例佔很高 對 很多人會用主動式的實音器 應該說主動式前級啦 在琴上面 對 沒錯 所以說呢它這一台呢 給你一個選項 就是你可以切換主被動實音器的狀態 對 所以像我們現在選passive 然後它切到active的時候 它的出力就會 它的收音就會變比較小一點 對 這樣你的音量不會只能開到一點點一點點 這樣錄很難錄 我的背齒基本上它是裝EMG 因為兩任主人都是吉他手 所以對主動認知就是EMG 沒有別的 不好意思 OK我們試試看 現在我們是在一個被動模式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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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動模式好像會肥一點點 因為出力大的關係 對 我這邊聽起來肉感上是有差 對 上傳到YouTube 可能多少影響會有一點小影響 好 當然另外就是它還是有些輔助功能 假如說你是用keyboard或MIDI輸入的話 那其實它後面有保留MIDI孔 讓你直接讀進去 所以基本上你錄音常需要用的接孔 它都給你 那當然其實講到iCam Multimedia 這個公司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產品 就是它的 綜合效果系軟體 就是amplitube amplitube 沒錯 就是我們一直在爭論的一個點 究竟是買interface送amplitube5 還是買amplitube5送interface 好我們有這個爭論呢 主要在說你只要買這個AXCIO的話 對 那它現在包含的軟體是amplitube5的max 就是完整版 對完整版 完整版簡單來說 因為這個軟體它其實有很多等級 對 那不同等級裡面包含的音箱效果器 還有它功能其實都有一點落差 對 然後呢max就是基本上它絕大部分包給你 所以你看到你買一台interface一萬多塊 然後還送一個一萬多塊的軟體 對啊 其實算蠻划算的 所以到底是買interface送軟體 還是買軟體送interface 但是如果你預算有限 沒關係solo的部分 還是有送amplitube5 對 那基本上就是 就沒有藝人的package這樣 對 可是基本上它功能已經算是基本上完全 所以你想做什麼音樂大致上 全部都可以做出來 所以大部分經典音箱都有了 對 那它其實裡面很多很多不同的音箱模擬 麥克風模擬 箱體模擬 然後加上很多的經典的效果器 它都會做在裡面 等於說上萬元軟體 你只要再加一點點 那就可以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amplitube2的介面 這上面這看起來是JCM對不對 JCM800的感覺 所以你很熟悉 因為你自己有 對 隨便抬啊 沒有搖桿 他很不習慣沒有搖桿這件事 我們當然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器材清單 因為說實在 我對這個器材清單 很有興趣 當然就是我們 當然很多很經典的Fender啊 然後 Twin Reverb聽聽看 Twin Reverb嗎 可是Cable是不是也要換 沒有它會自動切換 它只有自動配對 哪一個是Twin Reverb 其實我不大習慣Twin Reverb的聲音 它直接敢把Fender寫在上面也是換掉的 對 因為這個 官方合作的 對官方合作 包含它的Slash的部分 然後很多Marshall Mesa 它都是等於說官方認可 可能這些牌子本身它沒有做什麼Plugin 那等於說它們就是正版授權 然後呢 其實這裡面我看到有些 讓我覺得很感慨的一些時代眼淚 然後呢 這下面有一個 頭叫做這個 Fender MH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為什麼會看到這種 時代的眼淚的音響 因為 他們發展這很久了 我是從很早iOS時代開始用 他們算很早其實在App Store時代 就已經開始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慢慢到現在 我覺得五代是一個 我用到的時候還蠻驚艷的 就它整個 大幅度的進化 然後衝擊力 那個 體感上其實也蠻不錯的 然後呢 像我自己的話 來看一下我的Setting 我一直在想 這是Badcat 我也在想這是什麼 可是它是一個Game 我覺得很適中的 我先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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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試看 它就是一個我很喜歡 它彈起來好像很HighGame 然後可是我稍微只要音量關到八層七層的時候 Clean Up 對就Clean Up 而且就是有一種微波的管位的感覺 然後就是我其實試到這個Preset的時候 這顆音響的時候我有點嚇到 我說這個對位 因為這裡面其實有很多 我心目中的 金屬猛獸 Diesel Angle 等等 這裡面全部都包含 然後PV5150 當然最經典的 那當然它另外就是 它有很多效果器類型 包括你說 各種Modulation 各種Distortion Dynamic 空間系 Revert Delay 它全部都包含 我這樣看過去 其實它一些經典的 效果器都有啦 比如說 你看有Big Muff 然後也有什麼 Memory Man 然後滴滴 Sense Amp 不要說沒照顧被手 Sense Amp也用 它下面還有一排那個啦 那也是用效果器 對 然後MT2 OCD 你該鑑長鑑到的東西都有 不要講TS 什麼的 這些效果器它都有模仿 它附給你的效果器 其實算是蠻多的 你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那就算你不喜歡 用這邊的效果器 這邊還有RAC RAC 就是錄音四集的 對一些經典的空間器它都有 所以嚴格來講 MT2它除了這幾個 基本的音效模擬以外 它其實也有堆疊串連等等功能 然後像是假如說 我隨便先打開一個 假如說單Bag好 因為單Bag說實在它的tone 是我一個很難模仿的tone 因為 就我真的不知道它器材怎麼疊 你有沒有看到 串連 它的整個它可以並連 就是堆疊出不一樣的音色 這個它堆疊起來效果很 很會讓你的音色變化很多 像假如說你很喜歡某個音箱 可是它可能相對的 它的高頻是比較弱 你可以拿另外一個音箱去補 互補啊 對它甚至可以疊三個 你在錄音室裡面很實用 假如說你是接按 就因為通常客戶不會 所以管你是真的 你把聲音做出來 是對的就對了 然後其實這個中間 就可以加速你的工作方式 然後像我們錄樂團Demo 你在尋找音色 因為其實像我覺得 你常常會碰到什麼音色 你會彈出什麼東西來 然後這個時候就很好用 你的選擇很多 像這種很老派它就是 全部包給你的 這種真的在娛樂性上真的超強 對我來說很好玩啊 蠻好用的啦 對所以說你只要買AXCIO的話 那基本上現在可以搭配這樣的軟體 這樣組合的話 你實際上 如果你是你第一台介面的話 那連D到8個都搞定 對就全部搞定了 然後你就是可以很順利的完成 大部分你需要做的Demo 甚至你還要做真正的成品出來 那不然你主唱來 你也不用擔心你還是可以錄主唱 貝斯手大概除了鼓手以外 那這一台就全部幫你搞定 鼓手這一台也不夠用 對那 假如說你是要升級的話 說實在 因為你可能現在很多的 初階的錄音介面 可能三四千 四五千 然後 其實這一台的話 它就是讓你有更多的聲音選擇 包含你的前置的EQ 我們剛才講Z-Tone 然後像你的真空管 你的Pure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你有更多的選擇 我覺得這一台光機身上面的選鈕 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對反正呢就是你買一台Interface 還有很好用的Plugin可以用 對 大家對Interface還有什麼樣的需求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接下來我們進入 Why This Song 既然今天的節目介紹的是錄音介面 那我就來私心推薦 一個發片不久的台灣樂團好了 他們也進入了Street Voice 2021年的年度排行榜 我要介紹的樂團是 綿器 Hypsonia 綿器的成員有主唱B 然後鼓手Yen Bass手Yen真 以及吉他手紅塵 你如果有去敦煌樂器的話 你就會在那邊遇到紅塵 那他是個壞朋友 離他遠一點 尤其在你沒錢的時候 那麼今天要介紹歌曲呢 是來自於他們2021年發行的首張 EP99 EP1中的 就和你一樣LIFESATION 我其實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首歌 可能就是所謂的 顛波對到了 就和你一樣LIFESATION 在這張EP中比較特別的原因就是 他是LIFESATION 就已經寫在歌名上了 那也因為是LIFESATION 所以比起同張EP中的其他歌曲 他可能樂器某個程度上 聽起來沒有那麼紮實 但是有著更開闊的空間感 跟更明顯的動態 如果你是有看過綿器的現場的朋友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這首歌 感受到他們在現場的那個 更有爆發力的感覺 要不是這張EP 是在去年比較晚的時候發的 那他很有可能會衝擊我的 2021年Spotify音樂榜單 那大家近期還有聽什麼台灣樂團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啦我知道大家都有聽柯阿琪 感謝收看樂手槽的節目 如果你需要購買樂團周邊 生活小物 甚至買賣樂器的話 也可以點下面的資訊欄 找到你需要的服務喔 當然別忘記鎖定樂手槽網站 給你最新的音樂訊息 與樂器心知